女子哭骂愤恨不平 中国街头再出现暴力攻击事件 湖南省易阳市 二十六日两名女子声称 因在路上拒绝搭讪却被打伤 其中一人头部被殴 另一人狭额挂彩 脸上血迹斑斑 除了这个案件 两个星期前 河南郑州一名郭姓女子 十二日也因拒绝搭讪 遭到男子一把扯着头发 给拖到地上痛打 女子表示当下和朋友共三人 要求订员退款自己结账 男子恼羞承诺随后动手伤人 导致女子现场头痛呕吐 注意诊断更发现多处挫伤 去年六月中国唐山就曾爆出用餐女性被骚扰 更遭到对方一共九名男子围殴 画面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 中国官方寄出铁腕派出军警 截边站岗 不但饶民还遭网友直批作秀 至今性别暴力事件已再上演 显然官方威嚇手段仍失指标不知本 三点新闻 林涵报道